那我這麼無聊 嘴裡喊無聊還是乖乖配合 為了連任 可穩者努力平視證 但器官移植正義可就難解決 不過現在連行政院長賴清德 過去同樣身為醫生的身份 也幫忙喊話 絕大多數的醫師 都是醫者父母心 不至於是傷害患者的健康 所以對這樣的嚴厲的指控 我們還是主張應該要有 客觀的證據 具體的事實 所以你是相信柯文走的嗎 他是醫界的又是成大出來的 他能夠說他不相信嗎 有時候在做政治操作的人 他們對醫療不瞭解 所以他們會自以為很高興 在那裡打 可是對這種專業人士 就是說對出身醫界的人 知道說哇這太誇張了 所以我也覺得 只能說他們選錯題目 話說的理所當然 因為不只賴清德 連總統府也聲明良好的政治文化 應該是理性競爭 似乎都幫柯文哲說話 立場轉變 那柯文哲對民進黨 對洪耀福態度改變了嗎 不是不相信他啦 話跟你說算啦 其實我們如果在醫界的都很清楚 這怎麼一回事嘛 但是這也是台灣 台灣整個政治 不過我想是真的啦 我們也不能期待國家一次就 就完全進步了 大概一次有一次的選舉當中 應該會越來越好啦 話說的喻言又止 不過提告格特曼以行動捍衛自己清白 卻只針對騙子兩次 現在吳祥輝還打算反擊 告柯文哲違反醫師法 重申立場面對器官移植爭議 柯文哲這回站出來 就怕爭議越演越烈 影響台北市長選戰 環宇新聞 宋俊義 呂扎橫 台北報導